OK 好 應該好 時間剛好 好 那接下來還是我 然後來講一下 就是我在Julya裡頭怎麼做軟體架構這樣子 對 那會講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過去有一些比如說開原裝案 Open Source的Project 然後像GermetriFox GermetriFox是我做Graphineer Network 然後Based on Flux這個框架去做 然後目前有被收到FluxML 就是官方的report底下這樣子 然後跟我自己去做 比如說像Graphsignal Graphsignal的話是去support我的那個GermetriFox 那個需要把我的feature跟Graph 去包裝成一些物件 然後去做一些前出力 前出力跟Graphsignal相關的東西 都會被放在Graphsignal裡頭 然後像博士論文的CDGRN的部分 那邊就是博士論文的東西 然後跟我之前做SingleCell相關的分析 資料分析 OK 那這邊是單細胞的基因定序的部分 那這邊是放在GermetriFox 下面 對 然後跟目前的工作 目前我是在台灣AI Labs 擔任Machine Engineer這樣子 那當然我做的東西 就是基本上我是演算法的工程師 所以會去寫一些比較底層的東西 因為不是只有去都演算法 就是包含JAS 然後跟一些數值的optimization 有時候需要去寫一下 需要去了解一下底下的這個 矩增預算的流程 然後怎麼樣去做加速 然後最近在公司做Federated Learning System 然後Federated Learning System 需要結合上底下的 可能是Deep Learning 可能是Machine Engineering 它的Training 那所以這邊在Architects上面 需要去做一些彈性 它才有辦法把這整個東西弄上去 然後跟我們自己專業領域 就是Bioinformatics的Analysis Tool 因為基本上在生物資訊相關的 生物資訊相關的 其實大概都會跟傳統的統計分析 可能是回歸模型 或者是資料分析相關 那但是這邊的話 會再把一些Bioinform的東西 把它就是一些跟Bio的東西 把它結合起來 所以其實自己在做的事情 就是Federated Learning 就是比較大的東西 就是其實就是考慮 就是Deep Learning 然後我要做Scale-up的時候 那會經歷的事情 然後跟專業的東西 專業的東西 就我自己的Bioinformatics領域 那我要怎麼把這整個系統做結合 對所以這邊的話 大概會是去分享說 就是過去在做Open Source Project 然後跟我現在的工作 在弄Federated Learning 跟專業的東西 然後跟底下的數值分析 要怎麼去 怎麼把它弄成一個 應該怎麼說 把它統整成一包 或者說把它變成一個 比較Flexible的System 然後這邊需要一些 Architect的東西進來這樣子 對OK 好 所以基本上我大概會 提一些想法這樣子 對 那這邊大概就是 我的一些想法 會需要這樣的東西 因為其實專案 專案你要 然後Develop一個到 走到一個中大型專案 其實都是從小專案開始 那小專案開始 你其實是很多時候 就是大家如果有寫過程式 前期大家就是小專案 然後可能就是 就是 可能是學校的作業 或者是Term Project之類的 那那些東西 做完之後 就是 好等一下 就是做完之後 你可能就是待在那裡 就是那個樣子 但是當你要 呃 讓東西 scale up 就是 比如說我功能要加 加更多的功能進去 然後 呃 那我就需要去考慮到 當功能變得複雜之後 呃 component跟component之間 他們的關係會是什麼 然後 我要怎麼去拆解這些關係 然後 對 那這邊的話就會到 比如說 第三點 evolutionary的Design 然後 我要怎麼讓 呃 我可以 based on這些component 這些component是 reusable的component 然後 呃 所以我 我就可以在很多場景 可以去reuse 同樣這個component 我哪不會是說 我這個component只寫一次 或是它只綁 呃 只綁定某個 某個class 或是綁定某個 function之類的 當然是 就是 doesn't make sense 那所以其實前面前期的話 或者說 一二的話 一二的話 比較像是小專案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一開始 你要debub一個東西的時候 當然我這邊是用一個 呃 統計分析的project 當成一個範例這樣子 ok 所以那 那假設說我們要 就是做一個統計分析的project 那個 生活資訊分析非常 做非常多統計分析 所以我大概就是 抓一部分出來講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邊我們要怎麼去 怎麼去start start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 呃 from scratch 我去 去科一些東西 喔 就是做prototyping 那prototyping 這個東西 呃 這些應該 統計課本上 或那個網路上其實都找得到啦 就是 呃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 心情回歸模型 那心情回歸模型應該非常簡單 就是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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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然後直接乘上去 所以其實在這邊 我會試圖的去把 呃 東西變得簡單 我覺得就是 東西變得簡單這件事情 其實是 蠻重要的 mind state這樣子 因為其實很多人就是 當然 我要去寫一個 很厲害的demo case出來 但這個很厲害的demo case 很多就是 script 然後run過一次 然後我也很 跑出很厲害的圖 或者說很漂亮的圖 那 呃 對 那圖看完之後 結果發現 我建立了一支一支的script 一支一支的demo case 但是這些demo case 都沒有common的部分 那其實common的部分 就是 我會把它拉出來 比如說 你要去做一個 做一個model prediction 那它就是給一個common的interface 叫predict 然後就是給參數這樣子 然後 比如說 我要去做linear regression model fitting 那model fitting 公式解釋 這樣嘛 所以其實 直接課程覺得大概不是 太難的事情 好 所以當你prototyping完之後 我大概 呃 我自己的做法 我自己的做法 我會是 prototyping跟development 的iteration 它會是一個 呃 會是一個 迭代的過程 這個迭代的過程 就是我會 譬如說 因為我之前是 呃 PhD 所以是researcher 那我自己的工作流程 大概會是 好 我researcher 我需要去做一些 新的事情 或者是prototyping 什麼事情 那所以prototyping first then develop for flexibility and performance 所以當我確定說 這個功能 在我的prototyping裡頭 是有留下來的 或者說可能是 呃 我兩三次實驗 都會用到同樣的component的時候 我就會 把這個東西 呃 呃 去做它的flexibility 然後把它 丟到 cobex裡頭去 OK 所以這時候 當然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需要去 確定 呃 我需要哪些功能 我需要prototyping哪些功能 所以可能是 researcher的過程 或者是可能是 prototyping的過程 去把這些功能做出來 OK 那做出來之後呢 那 那 所以一樣就是我需要去 etract 就是我需要去把共同的部分 呃 common的這些component 把它 搬到我的cobex裡頭去 然後 呃 去 ensure說我的cobex裡頭的東西 是夠flexible 可以去 因為 而且 而且我要確定說我 前面跑過的實驗可以重現 所以 這些 實驗的script 也是要depends on我的cobex 那這個 這應該是蠻理所當的 因為我從 這個script 去抽出來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 剛剛講的 就是 呃 先做prototyping 我先 確定說好 我的predict 我predict 跑的是對的 fit跑的是對的 OK 所以我會盡量 messing simple 然後 一個stand alone的 feature這樣子 然後 呃 我需要去確定 這個東西是對的 所以確定這個東西是對的 然後 呃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呃 我比較不喜歡 就是 散的script 就是 有 應該很多人寫 square language 或者是 python的話 可能是 就是 就是從頭寫到尾 但我不會 他不會有一個 結構性存在 對 那這個東西 呃 我會盡量把它包成function 或者說 譬如說 我整個square run完之後 那 我會把裡頭的 某些東西 就直接在square裡頭 包成一隻一隻的function 然後 這樣子我好 方便 把 方便再搬到我的 call pass裡頭去 這樣子會比較 比較 呃 strip forward這樣子 OK 那所以基本上 在development的時候 就需要去思考說 好 那我日後 要怎麼去reuse 這些東西 會比較好 OK 那所以基本上 就是 呃 這邊在machine model 或者是deep learning model 其實 大家的 呃 大家的 呃 習慣啦 現在講習慣 或者是pattern 大家可能就是 我去把它包成一個type 或者包成一個class 可以在 在其他OP語言 可能叫一個class 那 呃 如果是 比如說像scikit-learn的話 可能也是這樣 就是 我會有一個strap 或者是我有一個class 那它就叫linear regression model 那它裡頭 理所當然就是 regression model model 它就是純 呃 純這個coefficient OK 那這個應該很簡單 那所以就是 我在development的時候 會去把 就剛剛講的 把這些script 或者是這些 實驗當中 它們的共同的部分 抽出來 就是這邊是我會reuse的部分 OK 所以我確定這邊會reuse 那確定會reuse 然後 我拉出來之後 我要去思考說 呃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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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的script 怎樣去呼叫這些東西 它會變簡單 使用上變簡單 因為這時候就要跳到使用者角度去 思考說 這個怎麼樣設計就會變簡單 那 那 所以這邊的話 就會 我大概寫法就會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比如說 呃 需要去設計一個type 它是linear regression model 然後 它可以去get它的coefficient 然後 當我在predict的時候呢 我不是直接去拿beta 我是去call我的interface OK 所以這邊interface 雖然說這邊 這邊有的人會寫 呃 點 m.beta 這個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會盡量把這邊 它在呼叫的時候 是使用interface的 OK 所以如果我 日後 這邊不一樣了 我不用去改每一個點 ambient beta 我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好 OK 所以這個就是去防止 bug會出 會冒出來的地方 對 所以就是盡量使用interface 然後跟fit 那fit 那fit這邊的話 其實就把前面的那個beta 推出來之後 再把它包一個linear regression model 這樣子 OK 那所以基本上這邊的話 好 我這邊應該 大概都講過了 就是好 就是把這個共同的部分 拉出來到cobase裡頭去嘛 然後再來這邊就是 拉到cobase裡頭去之後 我要insure我每一個script 都可以work 就是我不能 就是拉到cobase裡頭去之後 就是我的實驗就 就沒有辦法重現這樣子 OK 然後 呃 不要把太多的specific的東西搬進去 比如說有些是data的東西 有些是config的東西 這個不要進去 或者是你太個人的 電腦的開發環境設定 或什麼那個 那個比較進去 好 Anyway這個應該ok 好 那基本上這邊的話 我大概就會去採用的是tdd 就是 嗯 txt driven 就是測試驅動開發 那我想測試驅動開發 應該在 呃 整個 這個 這個工程師跟開發 應該大概都有一些概念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呃 我前面講的 prototyping development Iteration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一種tdd的過程 怎麼說 tdd它強調的是 第一個我是test fail test fail就是我要先寫測試 那其實我的測試在哪裡 其實測試就是我在prototyping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跑測試 對 因為我prototyping 我的實驗要過嘛 所以我一直在try我的實驗嘛 ok 所以我要跑到我的實驗 會work為止 我的square是會work為止 所以這邊就是到test pass 只是我沒有真 我沒有把我的square的測試過程 把它放到我的測試框架裡頭去跑 但是我確實在跑測試 ok 那跑完測試之後呢 我develop的是做什麼事情 develop其實是把它包成function 然後搬到codebase 然後思考說它的fressibility 日後user要怎麼用它比較好用 所以其實這邊一直在做的事情是refactor ok 進codebase refactor 然後再跑下一個prototyping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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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一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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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會把functions factor出來之後 然後多寫一個test script嗎 還是就用prototype當test script 嗯 好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 嗯 最下面一行 so we need to add some test case 簡單的test case 我不會真的把prototyping 或者是那些script 或者是實驗的code 真的把它當test case 那邊 要進測試框架的 還是會有測試框架 test case相關的code 但那邊就是也是盡量簡單就好 那那邊的話你可能 比如說從你實驗的那些script裡頭抓個一兩行資料 過來跑應該就可以了 這應該不是什麼big deal這樣子 ok 那所以基本上tdd在julia非常簡單啦 就是 就是 就是在你的test 然後它有run test 然後run test 就是我簡單寫一行而已 就是test 然後測我的API 測我的interface 是會過的 ok 然後測怎麼測 就是 這邊是julia的prompt 然後按那個 右方括號 然後它就會變成package mode 然後打test 按enter 它就會自己跑 所以這邊應該很簡單 那所以這邊的話 比如說 你之後要develop的時候 那develop for flexibility 我要怎樣才會夠有彈性 所以夠有彈性的話 比如說我線性回歸底下 是有一些東西的 線性回歸底下 比如說 你有遇到一些統計的東西呢 或者是遇到一些 比如說 剛剛的fit regression裡頭 會有fit這個東西 fit這個東西 其實 s跟stranspose 相成其實是inner product ok 那這邊inner product 其實相對是很簡單的概念 然後是 可能是線性代數的東西 那這邊的話 我也會把它獨立抽出來 變成一個API 那為什麼會 會需要做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是方便以後 如果你要 你要去做程式最佳化 你要去 就是 用 去處理你的程式的speed 那這邊你可以 specification for optimization 就是 比如說我可以針對 x跟y 當s是matrix y是vector的時候 去做加速 加速手段 那矩陣成矩陣的加速手段 這時候我可以分開用 我可以分開處理 我可以分開處理 但是你會發現 它的 呃 覺得兩它的function name 是一樣 表示說它的API 是一樣的 所以說我上面 上面在呼叫的時候 Linear Algebra 這邊在呼叫的時候 它這邊都是呼叫 Inner Product 這邊是矩陣成矩陣 這邊是矩陣成矩陣 這邊是矩陣成像量 它的interface是一樣的 OK 好 那那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 就是 呃 比如說如果你只想拉 線性 線性代數一層 或者是你還想拉 統計這一層 統計這一層就是 Inner Product 它就是 就是 covariance matrix 這是 unnormalized covariance matrix 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邊的話 大概就會是 呃 我會再去多做的一些工 所以我不會 怎麼說 我不會 大規模的去 就是我 我做了一大堆的功能 然後都把它塞進我Codebase裡頭 然後 然後我 早一天再來想說 好 就是這邊該怎麼辦 該怎麼做整個系統設計 所以 我大概會是 就是 因為其實這邊你看到它 就是一個一個component 我這邊其實就是做 比如說做線性回歸模型 那線性回歸模型 呃 可能就想說好 那我之後 下一個 下一個新的feature 可能會跟什麼東西相關 或者說 我之後的code 比如說我需要 然後我需要速度的時候 那 做 呃 線性代速 比如說 我需要做SIMD的加速 或者說我需要支援GPU 這個應該 應該很surfel 會知道說 呃 這個東西會不需要速度 啊如果我現在不知道 沒有拉 也沒有關係 就放著 等需要的時候再拉 就有了 OK OK 好 那所以其實這邊 這邊為什麼 為什麼我可以分開做specification 因為 呃 就是其實 剛剛中希他有去提到的 因為 Julia它的paradigm是multiple dispatch 所以multiple dispatch 所以multiple dispatch 它會依據你的 你的type 不一樣 比如說這邊type 它的match是 呃 mattress跟factor 然後這邊它是 mattress跟 mattress 所以這兩個 它的type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兩個不同的method 所以兩個不同的method 我就可以分開做處理 OK 所以這樣我可以拿到速度 嗯 好 那一樣 就是我需要 我會要求我自己 呃 test coverage要是 呃 keep high 那這個其實在小專案的時候 應該比較容易達到 到中大型 大概就 會比較難一點 因為 因為有些 有些意外 或者說有些東西會卡到 然後或者是時間 develop的成本上面 考量 就是 你的test coverage不會到 這樣子 OK 可能 也可能 小專案的時候 八九十OK啦 然後那個 中型可能掉到七十 然後再掉到六十 之類的 欸 等一下 有 有人不知道 test coverage 是什麼 test coverage 就是 就是我 我 我這邊在寫測試的時候 這邊測試測過 我的code base 百分之多少的 的 的程式 基本上是算行數 應該是有沒有 測驗到 或者是有 測過 呃 對有沒有測到 對有沒有測到 啊基本上你也是 你是要測過嗎 對 就是 你test fail 你總是要去修它 是 是是是 它不會去算 pass或是 fail這樣子 對 那是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進到 如果說 開始要加新東西 好 所以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基本的東西 有一個基本的儲形 然後 那我現在要加新feature 那新feature是什麼呢 比如說 呃 我在解一個線性系統的時候 啊這邊 這邊比較數學一點 不過anyway 我要解 我要加一個 我要解線性系統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做 比如說在 Julia裡頭 我要去解一個線性系統 a s等於b 那 這個東西呢 呃 我可以去呼叫 比如說 linear solve 然後把它包成一個linear problem 去 solve 它 那去 solve 它之後 我可以得到的是這個s 就是我的 a 已知 b 已知 我要去解x ok 啊這個哪裡會用到 這個在 等一下 我看一下 這個在 這個其實 藏有一點點深 這個藏在 等一下 我 給大家看公式 好 這邊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矩陣的 inverse -1嘛 那-1它其實 原本是長在這裡的 長在這裡 所以這邊有一個大矩陣 所以你把這大矩陣看成s 欸 看成a 嘿 然後beta是s喔 然後 s transpose y 這個是b ok 所以其實 這一整個 我把它還原之後 我是在解beta嘛 那對應的就是 我在解線性系統的那個x嗎 這樣可以 好 ok 那所以基本上這邊我加新的 加新的功能進來 就是我要解一個線性系統 s 然後我要解x這個東西 好 那基本上你要加一個新功能 它其實都可以被拆解成 好我需要去加一個新的type 或者是 就是我要需要去支援新的type 或者支援新的method ok 所以我就 呃 只單純講這兩個東西分開講 那基本上在julia裡頭 你去加新的type 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 呃 如果我有一個regular solver 那regular solver 就是我剛剛把 把這兩個把它疊起來 就是 呃 linear problem 然後a b嘛 然後去solve它 那它就會丟s回去 那這個很簡單 就是solve 好 那如果說我有其他的solver要加進來怎麼辦 那我有其他的solver要加進來 先在前面架一個抽象 這個抽象 有一個opture type 叫linear solver 那linear solver它是 呃 讓它是regular solver 它的 呃 的supertype ok 然後呢 我再從linear solver 這邊去長出一個 chelasky solver 就是我要加新的solver進去 ok 加一個trilasky solver 那 這時候 呃 好這個solver還在 這樣子 這邊我可以先加一個新的type 這樣子 有什麼好處 我可以保證我的regular solver 一樣不會動 就是 它的功能是一樣 是 是可以work的 那接下來呢 我再把trilasky solver 加 加上它的新的function 就是 呃 加新的method ok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solve chelasky solver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方法 就是它自己 自己要怎麼做 ok 那這邊的話 我也是依據了solver 把它拆開 ok 那這邊可能會對應 比如說 在op design pattern裡頭的strategy pattern 有吧 就是我依據solve的方法 strategy 不同的strategy把東西分開 但是我的那個參數給的是一樣 都是A 矩陣 然後像兩AB這樣子 然後都是solve 同一個東西 ok 那他們是 同樣都是linear solver的subtype 對 它都是linear solver的subtype 那這個有什麼額外的好處嗎 呃 有什麼額外的好處嗎 所以好 這個後面會稍微提到 好 那 呃 接下來的話 我稍微會講一下 其實雖然說 Juray好 它不支援op的語法 就是它沒有直接是op的語法 但是它其實 呃 它其實是有滿足一些 呃 在軟體開發或軟體工程上面的一些原則 那op的原則裡頭 比如說很有名的像solid solid的我大概會等一下 然後 第一個就是single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就是 我的一個class 我一個function 一個component 它只做一件事情 ok 所以基本上 像我剛剛描述的一個linear model linear model 它就是 呃 表示一個linear model 然後像coefficient 它就會return model的 這些 呃 coefficient這樣子 然後fit 然後linear solver 跟solve 這些東西 它其實就單純 非常單純 只做一件事情 這個應該 應該ok 好 那所以這邊其實是 呃 還蠻依賴人為設計的啦 就是你怎麼去想跟定位你的東西 這件事情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是open calls的原則 open calls的原則 就是 我的call應該要可以open for extension 就是我可以加薪功能 加薪功能這件事情應該是相對簡單的 但是 盡量不要 或者說盡量避免去修改原有的功能 或者是去修改原有的call 或是把原有的call刪掉這件事情 ok 那所以說如果說 呃 所以說 呃 我可以在上面架新 架新 架新的抽象 然後有一個linear model 然後我有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linear model 然後呢 我可以讓它去支援 呃 linear model 跟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它的這個coefficient這樣子 ok 所以 這邊的話 其實我可以去決定說 呃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它的實作 要長怎樣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實作 要長怎樣 它是分開的嗎 ok 所以它其實benefit是什麼 benefit是 呃 Julia他把type 跟它的master 拆開 其實很多OOP的語言 它在寫class的時候 它的attribute跟它的master 是綁在同一個block裡頭的 那 綁在同一個block裡頭 當你去修改那些master 的時候其實你是 就是你在修改這整個class ok 那你在修改這整個class 其實它某種程度上就是 它就是modification ok 那 在Julia這邊的設計裡頭 應該說語言設計裡頭 它就是把type 跟它的master 分開 所以你要加新method 然後或者是我要修改這個method的 的 的實作 或者什麼 它其實不會動到type 本身 所以這邊它在行為上是拆開的 好 然後跟L L是 Let's call substitution principle 就是 呃 事情很簡單 就是 這邊的話是指導說 如果說我要做計程的時候 那在Julia這邊等於是做subtyping OK 那subtyping的話這邊就是 linear model跟 比如說logistic regression 或linear regression 這些模型這樣子 那 呃 它的derived class 就是 它的child child要可以去replace它的 base base class 或者說它的supertype 這樣子 OK 呃 Julia在這邊有一個好處是 呃 或者說反過來說 它的concrete type 或者是concrete type 在Julia裡頭叫concrete type concrete type 是都不能被繼承的 或者說它下面都不可以有subtype的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說 Julia它每一個run的type 都是concrete的 都是concrete的 都是concrete type 所以它一定滿足這件事情 因為你不會有一個 有一個它的 它的那個 呃 superclass 是抽象的 然後大家這個抽象是不能run的 因為我每次丟進去的都是concrete的 每次丟進去的都是concrete的 每次丟進去的它都是concrete type OK 等我意思 好 就是簡單說就是 你不會有一個linear model可以run linear model是抽象的 它沒有辦法丟進function裡頭run 它每次run的要不就是linear regression model 要不就是logic regression model 要不就是logic regression model 沒有了 嘿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可以一定保證說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是可以取代linear model 然後或者是logic regression model 可以取代linear model 那如果你有另外一個 跟詞的是那個model的話 它是linear regression model的subtype的話 對那你linear regression model 就是抽象啦 那這兩個有subtyping關係嗎 有啊 不行吧 就是 就是你的 你的strung 這個東西 它 沒有subtype 它底下不能有direct class 它上面一定是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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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對 除了leaf leaf 是concrete 上面的所有分支都是outtrend 對 好 好 那interface segregation 就是基本上就是依賴interface 簡單講一句話就是這樣 那所以這件事情很自然嗎 因為 那當然其實我前面在做設計的時候 其實有想 OK 就是在思考說好 怎樣的commodic interface 會是比較好的 所以基本上這邊都是依賴interface 比如說 model fit 然後linear regression 然後或者是coefficient OK 那這邊是linear regression 或者是logistic regression 那這邊的話就是 讓它的interface是一致的 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會把它丟在package裡頭 有一個linear mode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然後coefficient 這邊大概就是一樣的這樣子 那所以user只需要知道 interface長什麼樣子 怎麼去呼叫 就可以了 好 剛剛在問說 剛剛在問說 我的linear solver 到底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在這裡啊 因為 因為我有linear solver了 OK 那linear solver 比如說我有regular solver 我有trailistic solver 或是譬如說你又可以做QR 那 模型 我可以有linear的模型 linear regression 或者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那 這些regression model 底下都是在解線性系統 但我不可能就是 就是linear regression model 我直接寫死它就是某一個解法 所以我希望它的解法可以抽換 怎麼抽換 做dependency injection 怎麼inject fit的時候這邊給algorithm algorithm然後塞一個solver進去 然後 當我要解的時候 糟糕 我這邊沒有寫出來 當我要解的時候 把我的A跟B 丟給solver解 然後你拿到β 存進去 可以吧 所以這樣solver就跟model 拆開了 sorry 我下面沒有把call填上來 然後這樣你就會發現 我的linear regression model 可以吃各種solver 然後用dependency injection的方式 把它塞進去 然後讓它在底下援助 OK 好 所以 大概 基本上 大概 就上面那些 呃 技法 講技法 principle 或者是方法 大概 大概這些方法 你大概就可以從一個小型專案 然後慢慢把它develop成一個中型專案 然後把東西 你會發現說 solver跟模型拆開了 它可以各自各自演化 那solver就是放在 放在線性代數那一包 model就是放在regression 或是model的那一包 OK 那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不會變成 應該說這邊的話 它就是go general go general 因為我solver 我就是吃 我就是吃矩陣 吃vector 它只要長矩陣一樣 長vector一樣 我無論它是cuda 無論它是在cpu什麼東西的 我可以解就可以解 OK 然後model的話 model 所以model 不關心底下的解法是什麼 只有solver 會關心線性系統怎麼解 OK 所以其實在各個職權 就是各個component 他們該負責的事情 其實都是拆開的 OK 那這樣子的話 你才可以容易 在你的feature feature的複雜度變高的時候 然後容易把你的專案從小 然後推到中推到大 你可以拆 OK 那這樣這時候你會發現說什麼 發現其實啊 其實solver這一包 solver這一包你copy pass 獨立出去 沒有問題 它沒有dependency 它只有model這一包需要去 depend on solver OK 所以最後來講一下我自己開發的心得啦 因為其實之前在做offense 然後 當然會有很多人 就是丟一些issue嘛 然後丟一些pr 所以其實 之前 之前有一些朋友大概會問我 就是 啊那就是 你要host的一個專案 會不會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那當然你就可以把它分成一些 就是 有一些人是真的有心想貢獻 就譬如說他會先寄信給我啦 然後或者是很禮貌的問什麼 那就是 就是真的真的有心想要做做點什麼 有一些比較random一點 比較random一點就是 嗯 比如說我做那個dramatric deep learning 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呢 其實數學裡頭有一個領域叫dramatric algebra 那 雖然說 名字上面都有一個幾何 就是geometry這個字 但是 是兩個疾然不同的東西 所以就有一個人跑來開issue說 欸啊那個 就是 呃 我想要有那個geometry algebra的東西 啊 能不能放在你這邊 然後或者說 你的框架能不能支援geometry algebra 然後我就滿頭問號說 這兩個是 完全把竿子打不著的事情 然後為什麼會放到我這邊來 對然後所以 所以我覺得 嗯 我要好 就是你可以去找某某人 或是去找其他專案的主持人 因為他他可能比較有經驗 或是他他就是做這方面的 嘿 對就是把他引導到別的地方去 對 好 那有一些就是 呃 其實就是 或者說 你在貢獻的時候 或者說 接受貢獻的時候 可能你就是那個 一個很嚴格會很急車的那個 這個host的 就是就是那個專案的就是owner這樣子 那或者說你你 只要PR到別人那邊去的時候啊 遇到一個很嚴格就是啊 各種條語毛病啊 那個task沒有過啊 那個code的formatting formatting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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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我們的那個 report的format 去去做formatting或什麼之類的 啊就是有些 有些事情看得出來啦 就是 就是 也是他有沒有在刁難你之類的 那當然 就是有一些是會給比較好的建議 比較好的建議就是啊 呃 有 遇到 如果有遇到什麼什麼狀況的時候 那 你有沒有做對應的設計 對 但雖然說這個東西有時候問題比較大 但是它確實是需要的 OK 那 所以 這邊有時候就需要 Depends on你自己的狀況 就是 你有沒有時間做 有沒有時間把這個問題處理掉 或者說這個問題如果相對簡單的話 那就把它做掉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 這邊 有時候在 在開源專案上就是 呃 自己還是很菜的時候 然後可能跟 跟那個project owner 然後 在PR上不斷溝通來回對話 然後可能是一百則之類的都有這樣子 然後直接留言在上面 或者是 那 有一些開源專案就是 有人脾氣比較不好 就會直接 不要髒話之類的 對 那 那個也是有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呃 所以 就是看了這麼多啦 然後拉回來 我覺得 事情就是 如果你自己on一個專案的話 你自己要知道你要往哪裡走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就是 呃 你要去定你這個project的走向 就是簡單講就是roll map 你要往哪裡走 然後去 呃 堅持這個roll map 呃 堅持這個roll map 不是說 就是別人建議不重要不要停 或者是 就是 你要知道說 這個pr進來 或是這個contribution進來 呃 是不是在你的roll map上 然後 呃 是不是好的 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我大概就是 憑這兩點去 去看我到底要不要收 這個東西 或者說好 把他引導到別的地方去 對 那 那如果就是 就是比如說 就是遇到不想過來 不想過來就 就把他請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 對 大概 大概是這樣 所以就是 怎麼樣去 Own 然後主持 跟去 維護這整個專案 然後讓他可以從小 然後到 到中心到 到可以進 呃 就是我有一個 一個專案進那個 Fos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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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這個大概就是 今天的 talk 好 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那個 麥 可以 那邊 對 我想要 我問一個可能比較外喊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你像那個 cholist key solver 這個它也是一個型別嘛 嗯 那你如果說 不用 keyword argument的方式 給他指定 就直接 就它可以多重分排這樣子 的話 它會不會有什麼不好 或怎麼樣 好 這邊看到比較細的地方 OK 呃 這邊的話 呃 就是眼尖的朋友可能會看到的事情是 這邊我會根據它的type去做dispatch 然後s跟y我沒有給type 那當然認真要給是可以給就是matrix跟vector 對 那前面的都是一般的argument 那後面這邊 你會發現的時候 我有一個分號 分號 然後 給 那個 keyword argument 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說 為什麼會給 keyword argument 因為 keyword argument 它 嗯 好 在JALIA的特性裡頭 keyword argument 它不參與multiple dispatch 就是它不參與多重分排的部分 那 呃 這邊的話其實 其實可以 就是 如果你要把它當成是一般的positional argument 是可以的 但主要是 考量的點是 呃 就是應該說會有一些考量的點就是 你在 你在 這個function function的signature 這邊 呃 你的argument 會有多少個 如果你的argument 像 像我這個case 它就是固定的 就是第一個就是把model 然後s跟y 它就是三個 三個 三個 argument這樣子 那 如果你的argument是不定數量的 不定長度的 就是後面會延長 那你還是擺 把它塞到那個 keyword argument 會比較好 因為你不確定前面的argument會有多少個 所以你不確定說你的這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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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tware 你要擺到第幾個 嘿 所以我會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再來就是我會思考的事情是 演算法這個東西 比如說你做sorting sorting 你也是 你也是 你也是有時候你可以指定下面的演算法 你做mergesol 或者是quizol 之類的 specific的演算法 那 演算法這個東西 對於sorting 或者說 對於model fit 我要達到的目的 來說 它是一種手段 所以手段或者是方法 或者是approach 這些東西 呃 我比較會偏向把它放到 keyword argument去 因為 呃 基本上它是optional 然後你也可以提供default default value 所以像這個就是我default給 keyword 呃 呃 default給這個cholasky software 這樣子 OK 所以 呃 因為基本上 簡單說就是 你要做sorting 或者說你要做fitting 呃 呃 呃 我要的是 我要達到那個目的 我要達到那個目標 就譬如說 譬如說我要從從 呃 台南到台北 那 要怎麼從台南到台北 你可以打火車 你可以打高鐵 你可以就是任何的approach 所以 其實approach這件事情 對於達到目的這件事情 是不重要的 OK 所以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我就是 嗯 fit fit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把那個model 呃 fitting出來 至於說我底下 我要用什麼手段去解這個東西 它其實相對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我要把它擺到後面去 然後我可以提供 提供default value 這樣子 嗯 OK 然後 其他人想問嗎 嗯 嗯 像 學長你一開始的開頭 是說 是在做資料分析 統計分析的時候 是 會順帶開發這個 呃 software 對 那 你要怎麼去balance 說 呃 把一個 software 從架構上去 呃 變成一個好的software 跟生出研究成果的 時間分配 喔 好 欸 好 這個是個很難的tread off 就是你要去分配 我要花多少時間做研究 我要那研究之後 我要花多少時間develop這包東西 嗯 好啦就是基本上看你 你的主要產出是 是research 還是你的那一包東西嗎 這是其中一個考量的點嗎 或者說一個很大的考量的點嗎 那 如果你真的是 真的是 研究成分居多 然後 就是你的code base 不是那麼重要的話 那就是 很多都會在 都會在research part 嘿 然後 但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的話 但我不是 我不是拆時間 我可能會 就是code可能一半一半 對 扣定行數或什麼之類 可能會一半一半 就是 呃 至少 至少我覺得 我要做到的事情是 我的code base 要讓我的development 欸 我的prototyping或research 好做 簡單 就是主要 我的code base的support 或是要讓我的researching 跟prototyping 就是 make it simple 對 但 simple要多 simple 或者說你要花多少時間 在development 然後讓你的 你的工作變simple 這件事情 就 depends on 你個人這樣子 那至少就是 我剛剛demo那些東西 就是 我會在code base裡頭做到的程度 對 對 好 還有其他嗎 好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的section就到這邊囉 好 謝謝大家